我是08年来泰国的第一次 为什么难呢 就是我是考到大学是考到广西民族大学 然后他们有这个三加一的模式 就三年在国内一年在国外 作为这个交换生可以出去读书 我当时考大学就是说想离家越远越好 我不像有的人喜欢离家近一点方便 我就能走多远我就走多远 我就恨不得装个翅膀 我就使劲给飞出去 然后我就报了个 我当时大学的志愿是报了一个 黑龙江机器大学 俄罗斯语 四川外国语学院 德语 最后面录了这个广西民族大学 湘智国学院 国际贸易泰国方向 就是来泰国这边读一年 但是我的本身专业是国际贸易专业 然后选择泰国方向 因为他当时学校给我们选择是有泰国越南 缅甸老窝 我想了一下 好像也就泰国还过得去 就没办法就选择泰国 当时我是考的这个三本 学费是普通二本一本的大概一两倍 当时一年学费是一万人民币吧 算是不少了 这个对家庭负担也是比较重 但是 没办法读书嘛 这个对自己的投资是最 最回报最高的 就是最有价值的投资 就是对自己的投资 这个也是我之后 经常去参加什么培训 什么各种学习 我也是很喜欢去 在泰国本地 一次学费可能就一两万 就读个一两天 包括我上次去参加法政大学 那个培训 也花了有十几二十万 读了一个那个房地产管理的 那个课程 叫做mini MRE mini mini硕士 还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蛮对口的 我就去学了 而且法政大学牌子也够大 以后还可以装个B OK 那我们讲到刚刚我从 这个大学 就是广西民主大学 然后呢 我就来这个泰国的三位大学读书 泰国三位大学 也是泰国排名比较靠谐的 这个私立大学 是2008年 那是第一次来 然后读了一年之后 我短暂的回去国内 待了半年 因为大四我们要回去毕业 读了半年毕业 然后呢 毕业证我都没来到基底 我就赶紧跑来泰国了 因为 还是想走得远一点 不想待在 连南宁我都不想待 那个时候 那个广西民章就在南宁嘛 南宁我都不想待 我要出国 我要走 我要去外面世界看一看 外面世界好精彩 是吧 然后呢 在2010年的时候 10年的时候就来泰国这边 应该是09年 就下半年就来了 当时我是找的是国内南宁的一家设备出口公司 然后他们把设备卖到泰国的一个府 是泰国中部的一个府 叫做 罗布里 华复里 大家应该有可能听过 因为华复里什么出名呢 猴子多 华复里的猴子特别多 离曼谷大概300公里左右 不近 坐车要五个小时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出名的地方是香日葵 那边有个很大的一个香日葵花海 这每年香日葵开花的时候 很多泰国人跑去那边拍照 各种 但是这两个东西我都没遇到 我去华复里待了半年 去做翻译 在公地里面做翻译 待了半年 半年我休息了一天 真的就是每天早上 五点多六点多 爬起来 然后坐那个怂条车 泰国那个皮卡车 后面不是两排座位吗 我们包这个怂条车 双条车 从这个县城 住在县城 但是工厂在郊区的郊区 包了个车 然后开到那个工厂里面去 然后白天就在工厂里面 做翻译 闲得无聊就旁边 这个看看花 看看草 看看田 看看牛 因为那个工厂 隔壁还是个机场 养鸡厂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haven也没有 哎 连只母狗都 看不到 真的是好无聊 那个时候对于血气方刚 的我来说 真的是 好无聊 竟然是一周 那么非常感情的一次 最开心的一次 这就是我那半年的唯一的一次娱乐活动 然后待了做了半年 做了半年 然后他这个工厂就已经安装完毕了 然后国内的公司就要我们撤回去 我就不撤 我都来都来了 我回去干啥呢 是吧 去南宁 我去南宁干嘛 我去卖猪肉嘛 我去做文员嘛 是吧 没事干嘛 本来方向就泰国方向 所以说我就辞职了 失职了 然后在曼谷找了份工作 在曼谷找工作之前呢 我还记述了一个 那个时候认识一个泰国司机 他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铁皮屋 在那个现在曼谷 那个对找的那个什么 疫情严重的地区啊 空得一那边 就是蔬菜批发市场那边 那个里面那个真的就是贫民窟 我住过的那里 真是贫民窟 全铁皮屋 然后什么卫生间 独立卫生间没有的 在卫生间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那里住了小住几晚 体验了一下 这个泰国贫民窟 还是蛮刺激的 就是有的时候晚上隔壁啊 喝酒啊 在那里啊 感觉感觉这个 这个房子要塌了 后面就赶紧找了份工作 在曼谷拉马亚那边 一家泰国的一些一个化化学品 进口进出口公司 金属化学品啊 我是正好是找到的这个工作 是这个国际贸易部门的啊 专门跟单啊 跟单进进口的啊 也是算是跟我这个专业非常对口 这是我唯一份工作 跟我专业对口的 所以说还是很喜欢这么工作的 然后当时给我的工资是一万八千猪 大概三千多人民币不到四千吧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就很舒服啊 就很惬意 因为我一个人 我只需要养活我一个人 那个时候四千块已经 已经很舒服了 付个房租大概一千块 然后吃饭 一餐那个时候就三十猪 三十五猪啊 顶多四十猪啊 一顿饭 大概六块钱到八块钱解决 然后平常还能攒点钱 攒点钱后面我就买了个小摩托车 一万八千猪 买了一个二手的摩托车 亚马哈 很爽 当时就骑着我的小摩托 在这个路上 这个兜风 是吧 感觉人生达到了巅峰了 我就一下子就解放了 在国内就感觉 哎呀 怎么说呢 老是感觉有点压抑吧 就是反正待久了 一个地方就有点有点 有点闷 一出去感觉就野马脱疆一样 当时就很舒服 结果呢 我做了四个月 居然 被公司说我试用期不通过 炒鱿鱼了 把我给炒了 我到现在都还理解不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非常认真 非常认真 也没有工作 也没有出什么错误 每天就是拿个本子 每天上班 上完班下完班之前 拿个本子记起来 第二天我要做啥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活比较多 你跟单了 跟单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工作 是你要去他一个月好多贵的很多贵要进来 然后呢你要去跟供应商去联系 要跟这个物流公司就清关公司去联系沟通啊什么时候到柜啊 跟公司这边要协调 事情很多 所以说我怕我记不住 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养成说记记笔记啊 第二天要做的事情记笔记 包括现在我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我都还要记在这个手机里面啊 不是那个备忘录啊 那个备忘录我可能不会经常翻嘛 我要记到那个微信的里面 微信那个我我不是两个微信号码 我记得我自己的那个跟我自己对话了 就是有点像跟我自己对话 我就写一下我第二天要干嘛 要不就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性就那么差 老是忘事情提前摔老了 讲到哪里了 我又忘了 对这个泰国的这个公司把我给炒了 炒了之后呢 当时给我办了那个正规的工作证和工作签啊 在这里给大家再普及一下 就是你有工作证之后就可以有权利 申请工作签 那如果公司把你的工作证取消了 你的工作签其实啊还能用 因为泰国这个劳工部啊 办法工作工作证的这个部门 劳工部跟移民局 他是不联网的 啊 本来按照规定你工作证取消了 一周之内就要离开泰国 或者是找新的单位接收啊 但是他不联网嘛 不联网你取消工作证那怎样呢 卧物还是一样可以带到泰国 那那个时候很方便啊 包括现在也行啊 然后呢我就利用这个签证的时间啊 就找了其他的工作嘛 在那个泰国曼谷的一家 ISO 质量认证啊 的公司做 有点像协调员吧 翻译之类的 真的是跟我的专业八开是打不着 但是当时就是找不到工作啊 就朋友介绍 然后就去了这家公司啊 就是每天也不知道干啥 就是跟台湾的一个上级部门嘛 跟他们去 帮帮邮件说说话 就这样 反正没我啥事 因为他那个资料认证部门是很专业的 就是公司啊 他是专门给泰国的一些工厂啊 去做认证 去做顾问啊 怎么样帮你去拿到这个ISO2001 什么9001这些认证 完了之后 我事情就没啥了 我就我就不知道干嘛 啊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就做了两个月吧 我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呢 我就找了一个潮州的朋友 啊去去去干啥呢 去去做做服装 那是我第一次创业 2011年年初 第一次创业 找了个潮州人一起合作 一个人投了一万块钱 我那个时候一万块钱我都拿不出来 我没有 我跟我姐借的啊 我有个亲姐 跟她借了一万块钱 她比我早几年毕业啊 就涨了点钱 拿了一万块钱 然后就开始去跑到那个广东的那个湖门 批发服装啊 去那个潮山那边去都去逛了一下 就是打了坐车机的那个门头去要了一些样品 拿了一堆什么排叉啊 电叉啊什么什么开关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多 然后呢服装是我们正儿八经去订的 然后当时我是选了一款那个女装 就是给那种少女穿的那种短袖的T恤 然后胸口有一个那个 一个隆隆的就是毛线缝的一个可爱的一个卡通形象那种啊 泰国那个市场上没有啊 国内也不多啊 那个比较小众 我觉得有卖点 我觉得没有的东西嘛 就稀奇嘛 然后价格也不贵 当时我们批发是 九块钱吧 八块钱 九块钱一件 然后加上运费几毛钱啊 就发了泰国这边 然后我们就每天我跟他就骑个摩托车 骑个小摩托车去各种的那个泰国的那个曼谷的这些夜市啊 泰国曼谷这个夜市啊很多 夜市就是晚上开的嘛 然后我们就去夜市每个夜市找一个点或者两个点 把我们的衣服服装女装批发给他们 让他们帮我们卖 然后一件衣服我们赚多少钱 两块钱 人民币两块钱就十足 真的就不超过十足 只能这样子 把更大的最大的利润呢 让给这个这个这个零售商嘛 对吧 我们是批发商嘛 呃做了大概有三个月四个月四个月 基本上就是能赚到自己的这个生活费 就是租房子 那个时候我住了一个两层的连排别墅 才5000租一个月 1000人民币一个月好便宜 两房两位 带个大客厅 大厨房 大卫生间 还有一个 两个停车位 太太爽了 没住过别墅啊 在家里都住公寓 是吧 没住过别墅 蛮蛮舒服的呀 蛮好的呀 啊好 每天白天就是 呃看看电影啊 这个看看 那个时候最喜欢看啥呢 《非诚勿扰》 2011年 很喜欢《非诚勿扰》 第一年出来 哎呀好苦 每天晚上吃饭 就是一边吃饭 一边看《非诚勿扰》 呃做了三四个月 感觉 呃还不错 最起码养得活自己 没亏本啊 我三四个月 已经基本上 一直在赚钱了 养活自己了 啊 没啥剩钱 但是还不错 感觉 然后遇到 泰国百年一遇的 大洪水 就是2011年 真的是倒了雪梅了 哦 呃 11年 我租了个房子 在《坎坚》嘛 就是在 曼谷的一个下海口 水是最后才到的 但是淹的时间是最长的 那个时候晚上 我记得都有人来警报了 啊 水来了 我们那个小区嘛 现在有人自发 去做这个警报 去逛巡逻 堆了各种沙堆 是吧 啊 我还有那个图片在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就立马打了个滴 赶紧出去打了个滴 就跑了 因为那个水真的是很恐怖 那个时候很多朋友都回国了 待不下去 因为泰国曼谷 基本上 每条路都被淹 只是淹多淹少的问题 像拉特达 拉特达 汇煌那边是吧 淹到那个鼠地盏那里了 然后拉炮那边淹到 淹了一半了 然后基本上 不管你是曼谷市去哪里 都有淹水 根本就 没法正常生活工作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收入嘛 就是靠这个卖服装 结果那个夜市都被淹掉了 我卖个啥 人家咋拿货嘛 卖不了啊 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电商 那个时候啥都没有 就只是在路边卖卖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也自己去做零售了 有的时候去一些周边的一些市场 租了个小小铺面 然后去卖 或者是在那个太古那个人行天桥吧 人行天桥 那个上面 我就把那个那种衣架 就是一根铁棍的那种那种一架 什么量衣架嘛 对吧 然后就挂了几件衣服放在上面 我就卖 99株一件 卖 一个晚上能卖三十件 能赚 100多株 200株 也够好几天的生活费了 感觉还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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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呢 就遇上这个大水 就没没真的没法干 然后我就跑到 漫谷拉泡那边 投靠了我一个老乡 因为当时我个老乡 叫我去帮他 帮他做事嘛 他开了一个那个广告器材公司 我去了之后 后面我都是租了条船回去 我那个租的那个房子拿衣服 真的那个水非常深 我把我那个摩托车啊 我那个亚马哈摩托车 放在那个厨房 厨房比外面客厅高了半米 高了半米 然后比马路高了将近一米 都全部被淹掉 一楼基本上都被淹掉了 就是你坐船进去 然后进去里面一楼 然后就爬上二楼去拿那个衣服 因为没有衣服换了 哎 其实说了衣服 你看今天我这个衣服 为了专门配合 今天这个第一次直播 这个这个泰国的那个泼水节专用 花花绿绿的 这个也是我正常多年的这个衣服 今天拿出来做直播刚刚好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上去拿衣服 然后就回去那边帮我老乡啊 做这个广告器材 我们主要是卖 呃中国发过来的这个灯布 啊 然后PVC 就室内写真耗材 啊 像纸啊 啊 PV纸 等等 当时公司就一个文员 还有一个司机啊 加我 然后两个老板老板 然后反正平常工作有活干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同时时间送货嘛 我也得扛货送货做司机啊 啊 然后呢 跟单有的时候去跑销售啊 啊 太语也是那个时候练的比较多吧 因为是要去扫街啊 我们是中国产品卖到泰国 所以就要找泰国的客户 就是我们的客户就是那种泰国路边的那种烹灰店 专门打那个广告的那种店 就是我们的客户 我们是把这个耗材卖给他们 啊 后面做到后面大概一年左右吧 就买了那个烹灰机 我们自己打那个写真号室 打打那个广告材料 啊 因为利润高一点 啊 发展到后面有十几个人吧 还行 啊 一开始的时候利润其实还可以 但是做到后面呢 就是 中国跟中国人之间 因为做这个行业的 基本都中国人 就是从中国那边发这些耗材过来 同行业的 然后互相押价 互相抢客户 又放账 泰国人又跳票 啊 能赚点小钱吧 感觉还还行 因为国内有一家有个股东啊 他是有工厂 我们自己的那个工厂的一个材料 有一部分是从他里拿的 所以说有账期嘛 有账期的话我们可以准 滚动 滚动 啊 后面就 因为一些内部原因 因为当时后面 我自己也投了十万租 两万人民币啊 入了一个小股 作为股东嘛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的公司就是我在管 因为我会泰语 然后呢 啊 又做销售是吧 所以说基本上公司所有大大小的事情 都是我在管 就让我做了个小股东 啊 但是后面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一起能吃苦 但是 不能一起共干 啊 然后就 我就走了 走了之后 又加入了这个 当时泰国最大的中文 这个 怎么说呢 网上的一个一个一个社区啊 叫做泰国华人论坛 早期来泰国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 这个东西 泰国华人论坛 啊 这个是当时我们中国人来泰国非常喜欢上网去 玩的一个网站啊 里面有很多板块啊 什么 泰华交友啊 什么二手交易啊 什么车市啊 啊 这个什么签证咨询啊 什么里面 反正里面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 他就是一个 有点像我们以前 我们那个国内那个天涯社区嘛 有点像这个概念啊 就泰国华论坛 然后这个论坛 当时以这个论坛为基础 开了一个公司 叫做中泰顺 我当时就是加入了这个公司 然后我就是专门负责这个旅游这一块 主要是做自由行 因为当时 呃 做赌团啊 做这个地阶 零零零零团费啊 就当时 当时还没有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没有没有打击政府啊 当时还很火 各个旅公司还在各种赌团 但是我们觉得 风险太高了也没啥经验 就没有去做这块 主要是做自由行 有的时候我还自己开个车 去带客户 转转巴迪亚 这个景点走一走 啊 什么人妖秀看一看啊 巴迪亚成能秀走一走 瞄一眼是吧 啊 这个大象骑一骑 带客户啊 还行 就是 嗯 自己的工资啊 这个公司的开销啊 都能赚得到 因为当时地产还算还算是刚刚起步吧 在 13年还是14年 还没有那么苦啊 中国人做的不多 然后呢 我都算是接触了 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接触房产了 因为是另外一个同事负责的 另外一个股东 呃 在这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了 就发现 赚不到钱 从这公司出来之后 啊 我就在 啊 买了个房子 那个时候 是我买了第一栋 那个别墅 啊 因为当时觉得 呃 能贷款 因为我老婆泰国人嘛 他可以贷款 那我租房子也是租 我买房子每个月还利息也是还嘛 我就直接买一个好了 但是呢 当时囊中修这 基本上没有什么存款 没有钱 我又想租一个 租个大别墅 舒舒服服的是吧 怎么办呢 就找郊区的嘛 市中心是肯定买不了的 啊 大家不要想 就去郊区 在曼谷的这个西北区的暖雾里府 买了一栋这个别墅 当时是15年的时候买的 啊 那个三房三位两层 啊 之前我也拍过视频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了 啊 那个所谓的50万人民币 买别墅 就是我买的那个第一栋房子 250万泰铢 而且当时我贷款还贷到了将近300万 因为银行还给了我这个装修的钱 啊 真的是太贴心了 啊 太贴心了 泰国这个贷款 百分之百贷款 百分之百啥 百分之一百二十 一百三十给你贷 因为银行他的评估价 呃 是一个标准 然后呢 实际上你买的价格又是另外一个标准 有的时候你可以多带点出来 啊 我就我就多带点出来 你这个钱白不拿 不拿白不拿 对吧 完了之后呢 这个买了这个别墅之后 我就搬到那边去了 因为离市中心比较远嘛 所以说我也没有找在市中心的工作 当时有一点剩了一点点钱 因为买别墅 我就多带点钱出来 多了点现金 我就觉得哎 干点啥好了 当时我在家里待了有小半年 基本上也没干啥 就是每天我的任务就是 早上起来 送我老婆去码头坐船上班 因为我老婆当时是在那个 曼谷的大房工附近的那个ACB 商业银行上班 离家里还蛮远的 每天早上要坐船 先坐车 然后转船 然后再转车 才能到他们那个银行 好辛苦的 然后下午我就做好晚饭 然后去码头 接我老婆下班 回来吃饭 每天白天干啥呢 客厅里面就是一个沙发椅 我就坐在那个沙发椅上 看看天空 听听鸟叫 哎呀真的是好惬意 但是呢 太空洞了 太无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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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